彭博行业研究所8月14号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 中国未完工的预售住宅达到了4800万套 这意味着中国所谓的保交楼政策并不成功 那么中国房地产危机正在深化 报告指出 4800万套未完工的预售住宅 这个数字 是基于2015年到今年上半年预售房屋的数据计算 远春证券去年11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 截止到2022年年底 中国未完工的预售住宅有2000万套 报告指出 完成这些住宅建设项目 需要3.2万亿人民币 2015年到2020年中间 中国的开发商按时交付的预售住宅只占到48% 有52%的预售住宅 延期交付 那么这两份报告的这个实现 差距是一年半 所以 未完工的预售住宅的数量就从2000万套 增加到了4800万套,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 未完工预售住宅的数量倍增 都意味着中国的开发商因为资金链紧张 无法按计划完成预售的房屋 数量大幅的增加 这也意味着中国房地产危机在不断的增加 蓬勃行业研究报告指出 未能按计划完工的预售住宅面积 累计达到了84亿平方米,住宅未完工面积占 当年销售面积的比例 从2015年的17% 飙升到了2015年到23年的 47%,中国购房者的偏好 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去年二手房的销售面积有史以来第1次 超过了新房销售面积,这是第1个,第2个 今年上半年现房销售 占新房销售的27% 但是在2021年全年现房销售 只占新房销售的10% 这件事说明什么 说明中国的购房者对预售房屋 他担心越来越明显 这个开发商的销售将会带来巨大的压力 那么这件事情非常严重 4800万 4800万什么概念 理论上来说 4800万可以住1亿3000万以上的人口 这么大庞大的数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月2号发布对中国的年度 评估报告 那么在这份报告当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提出中国要动用这个财政资源来解决 未交付的预售住宅问题 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 用四年时间 来解决 预售房屋的问题 这些方案包括救助开发商 或者 向购房者提供补贴 那四年的成本相当于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5% 那么彭博社那就根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来估算 那么估算了算出来的这个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的这个救助的金额 救助的规模达到1万亿美元 也就是超过 7万亿人民币 那么这个数字呢和野村证券提出的 用3.2万亿建成 2000万套住房 那么用这个数字来对照 彭博社4800万 如果按照野村证券的算法 那么基本上就应该是7.68万亿和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提出来的1万亿美金的这个救助金额 那非常接近 这说明野村 彭博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他们对中国 未见的预售住宅的 这个分析 他们用的是类似的分析框架 而且他们的结论非常相似 当有三个不同的研究方向 他的结论 非常相似的时候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结论是基本上是正确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 中国官方当即拒绝 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执行董事叫张振兴 张振兴回应的时候就说打关枪 他说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来解决 预售住宅的问题 他说中央政府直接提供财政支持 可能引发道德风险 中国已经掌握了西方的话语逻辑 所以他经常 中国官方经常用西方的话语逻辑来干什么 来胡扯 中国政府在乎道德风险吗 中国政府本身就不道德 他在乎什么道德风险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 但是预售住宅交付 是当前中国房地产的一个关键问题 为什么因为 预售房屋交付 他直接关系到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三个核心领域 第1个 如果你预售住宅没办法交付 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烂尾 因为出现一个烂尾楼 出现烂尾楼你这个城市里面 有几个烂尾楼 买房的人就不敢买打击信心 打击信心你最终会影响 房地产的销售特别是开发商的销售这第1个第2个 你按照现在的市场条件开发商如果资金链断裂 没有办法交付这个预售住宅 那他就意味着他要破产 他如果开发商如果破产 那银行就会爆雷 银行爆雷就进入危机这第2个 第3个 烂尾楼是什么呢烂尾楼直接关乎三个 三个party 一个是买家 第1个第2个是开发商第3个就银行 这基本上下一个三角债 当然烂尾楼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特有的癥结 因为中国预售 中国实行的预售制 但是中国政府又不监管 或者是监管不到位 就导致烂尾楼 那么如果政府不尽快的处理这个未交付的预售住宅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有更多的烂尾楼 那么烂尾楼越来越多 那么他会酿成一个更大范围的灾难 所以呢国际货币军军组织 和这个券商包括这个彭博社 他把注意力 放在未完工的预售住宅 显然比中国政府更具有战略眼光 中国政府拒绝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 真没钱 你让中国政府拿钱出来 来帮助这个救助这个 房地产市场 没钱 那真没钱这第1个第2个 这个行为本身和中共的思维模式不交集 中共从来没有救助过私营企业跟老百姓 他怎么动得了 他的钱都是花自己身上 那么我们现在如果讲 这件事情为什么严重 很简单 4800万套 预售住宅 还没有建好 那么如果有10%的烂尾 不过分吧 以现在行情来看 以现在开发商的资金状况来看 10%就480万 就可以影响1500万人 按照现有的市场状况 烂尾楼的比例肯定超过三分之一 那么也就意味着什么1500万套 住宅会烂尾 或者已经在烂尾 一套住宅住三个人两口子加个孩子你想想影响多少人 影响4500万人口 这就是中国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的其中一个关键因素 避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